哦 马东西不知道有人 灰灰这波 等人等的 瞬间等来了一匹马 血便 过来了 吃到了远处的枪线 这一波刚下车 他第一波就是绕一绕 看有没有人扫 有人扫他就溜了 但小鬼经验很丰富 他知道第一波是绕的就等 人在正面 人太多了 枪线非常的密集 直接拉出这一波 先打一个 顶不住的呀 这位置只有一个人了 DK的分财很贪 宁甲已经赶过来支援了 但是队友已经 看一下天鹿会不会出现意外 天鹿直接选择了撞房子 马卡巴卡在防守 Fogan接下来一个 将军直接被扫下来 侧面匆匆也被打掉 二打二 二打二 那这边的话是局部的二打一 同时的一个防区的清点 先上二楼 找机会往这个拐角扔点头之物 扔出去了 想找机会拉人 但是这边Fogan掏了 这个喷子就过来了 先是给了一喷 再给一喷 哎呦 这波打得非常的主动啊 Fogan一川三 开的越来越近了 这个反坡 ZGG 跟龙宗泉接车一人一个 赶紧拿分 他上场挺难受的 是因为被K了不少的头啊 拿分欲望非常强烈 但是这边高点 这很难救了 就在脸上 Fogan还想再往里面去踩一踩 但是高欣和Sysman 两个人在溜着 一个侧身 Summer 左 后面还有小鹏 这波包围过来 降陆给密是无处遁形 在前压 原点有龙宗泉的枪线 不过影响不大 这个底波可以走 16发子弹不需要换 永远找到了一波机会 那Fogan三个人 可能过来劝架吗 没有动 现在弹盘转移过来 一支队伍的话 对他们侧身影响很大 二十四的过点 跑不掉 被OCD发现 ACG也是拿到了五个淘汰了 TUTIM直接开一辆车 顶过来想要以人吗 没有直接下车 近年靠队友操作 112开车要溜 但是小番茄没溜成 博彩在追着野给 这个确实爆皮率很高 看雷叔怎么做 是的 主要是坑里的人 对于选手来说 诱惑真的很大 就 道具用的比较好的选手 就觉得两颗雷就结束了 KRG 很难受啊 不救了 先到博彩的反扑吧 这真的没办法 TMA也知道 南边是有队伍的 所以自己很担心 怕被吃雷 用一个低炮火 远了 先看到后面 崔奇已经把TUTIM放倒了 高点都没了 就只剩同一枪线的了 一颗禁点火丢到了身上 小唐会倒吗 直接拉上来 想打原点有零数的架枪 没机会 没办法 刚刚那个小唐他血量不满 这波禁点又吃到火 还好解决速度够快 这波还能拉起队友 不过圈行进走了 而TMA没有选择 而选择先往圈里行进 做一步反 走了 两兄弟纠集打工 这还是配合打得好 确实没毛病 XCG来到了4M的面前 龙东拳禁边的Pero 也只有一个反坡了 这是DDT抽了一个圆脸的把 DDT想要把屁股后面卡干净以后再说 前面 赶紧往后撤 还了一颗手雷啊 就你有投资物吗 RJ一发潘多拉的手雷 直接让小鹏给直接炸倒 会压吗 是机会再给一颗 同样的角度又炸一个 还堵了 一倒一搏 有机会XCG 那就可以压了呀 因为近年的威胁全部都排掉了 就是看底波怎么打了 波M也找了一波机会 911这个底波 XCG没有排 王哥已经拉出来 想收割一些分数了 踩住了高点 不过这个角度不是特别的好啊 侧面有龙东拳的补枪 XCG依旧是被两支队伍夹起来的 没得操作 Omega只能趴在这个底波了 尬住 哇 稍远了一点点啊 这个位置判断失误啊 路车的位置都落在一起的 611这个雷有点致命的 看一下角度 丢到车底 有了 随其换位置 Spaceman侧面了一颗雷 只剩最后一个了 就剩林树了 树先生这个反坡 DT直接按倒在这个反坡 DT是导人的 楠楠的架枪出出现了效果 纪念明明直接顶过来 车后刚刚扶起人 Spaceman秒了一个 还把换成的补掉了 又秒了一个 New Happy也只剩南南了 DT来收割战场了 是的 但119最近手感还是蛮不错的 这个雷是灌到了车边啊 引爆没了 这边DT直接过来全家 信息吃了很全 全部都是倒气的人 就剩最后一人 能拉起一个时间刚好 但是龙仔这个枪也太准了 你讲的跑位的时候直接被秒掉 雷炸过来了明明在顶 蓝蓝在扶 依旧不松手 把平安大将军拉起来 还是二打二 天天还有雷 没有补掉 蓝拳 没有选择开车想走 动车的声音被DT抓到 天弟弟想要过来接车 这个位置刚好是一个反坡 看不到 但其实牛海比留了一个人大 这个信息没有知道 不过没有秒掉的人啊 天弟弟的补枪很快 这个背身被行星发现 灰灰的一波补枪 周平安被淘汰了 南边感觉走不出来人啊 这时候感觉就是换分局了 就所以说打的还是比较激进啊 真是没机会 道具也没了 这厕所点位没有办法破的 灰灰这边又放倒了一个 这个角度非常的不错啊 4M也过来了 这边等于是两队要夹接同一队 三方的一个小小混战 4M也想把A7给打掉 这样南部完全的能空下来 而且这个位置是有机会的 拉上去两个侧身 A7的助力全部在脸前 没有发现龙的拳先出手放到了一个 4M再打一个 人锁定的位置要扔雷 这波补掉了 灰灰吃到了蓝圈的伤害就在圈边 这波4M的实际把握非常不错 南部的最后一支队伍 漂亮啊 在最后选择了输死一波 还剩灰灰一个 A7没有被淘汰 这个信息4M抓的全一点 不过选择了先进圈 后面再输 实际把握去是挺好的 对的 要回去看一看东边有没有人摸过来 稳健一点 没错的 又是往北了 灰灰没有扛住这个蓝圈的伤害啊 这一顶过来三把枪 7-5变成哪吒才有机会 拉不过来啊 还在清理圈边这个雷扔的稍微有点远 找机会拉起了灰灰 但是龙东拳拳这一发手雷炸到了 确定脸前有人这个信息 出枪了 看到了 这波出手 但是被打掉了 这反坡是有一点点的小操作空间 4M还可以拉人 正面 马云龙已经绕过来了 各种道具轰炸 GFI现在有点听不到也看不到的样子 三门又在禁礼 禁点小组打赢了 Pero还是满边 全部清理完毕 换一个角度 给队友下枪补了两个侧前烟 王哥直接把鸭皮给撞倒了 直接冲到近点 是 猛猛冲到脸前 这波近点要打 12里过反击 先把人给打倒了 龙腿找机会被打成了一丝血啊 但是这一波 感觉在 选择 这种就是决赛圈豪华配置 是的 看这个雷的角度 丢得很随性 没有造成伤害 自己还倒了 刚剪的魅控 4 捏了个提前亮的雷 但是这波很细节 我不贴你的方去 我直接绕到这边的小破坊 那这远处有枪线速球出手 放得了阿西莱夫特 侧翼可以封个烟拉人 不着急 这波还有 把tm给处理掉 处理了 基本是吃到嘴里了 正面无吸迪西伊克雷 马哥倒了 小组已经被扶起来 但是侧面马卡巴卡 这把魅控回敬了一下 三打二 是的 倒两系很明确了 这波可以迅速的清理 从侧线拉出 直接封火 防徐竟然不知道 哎呀 把门直接关掉 回头再继续操作 拉过来想要直接打 Pero被淘汰了 这波拖住了 十七在处理tmA了 来一波急火雷 露露能躲得过这一波的进攻吗 没有躲过 里高斯迪克雷把露露炸倒 血量太残了 十七打完这里 高点就可以踩下来 直接顶脸开椅 拿下两分 高点拿下 防守ACG防区里面出来的点位就可以了 还打掉 十七就没有了中间过渡的位置 但是没有打掉 信息暴露了 Fogger没了一瞬间马卡巴卡也倒 这波四打一 被抛没了 我第一次没位置去了 这波ACG的战术运用出来 这波ACG的战术运用出来